好,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个Adapter定了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用这个AreaAdapter 然后你这里面放今天的这个数据 其实就是这个Stream嘛,对吧 所以我就把它先定义好 这个是这个适配器 好,这两个是声明 然后呢,我们首先数据原 我们自己先加点东西 我们看能不能这个ListView 把这个数据再要出来 那么你这个Data的RenewAreaList 对吧,然后呢,我放点值进去 放点值进去 这个我自己来写 比如说我写几个人的名字 就是初始化 我们再加几个 比如Jack,Tom 我们再加一个 我们再加一个 好,然后呢 and 第一个,加几个 好,说白了 其实这个 这儿 这个就构建 你的数据 就构建你的数据 好 然后呢 这个Adapter你是声明 声明没用 对吧 你要最后用它 你的Adapter 你这个还得 New Adapter等于NewAreaAdapter 那么想一下 这个我们要传哪几个值给它呢 对吧 这儿有几个 那么我们当然应该传的是谁呢 我们当然应该传的是这个 我们应该传这个 好 那么这个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当前的上下文 第二个 第二个是那个每一个item的布局 这个布局当时这个地方已经说了 你可以使用这个 Android.r.simple list item1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布局就是放一格的 就是一个textview 直接放一个 一个这个文字的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其实最后的要求也是放一个文字的 OK 你这个就是要 r.layout.simple list item1 第三个呢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data 你要给它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构建你的这个Adapter 好 这是两步了 第三步 你想一下平时我们在自己写listview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一定会用这个findviewbyid 然后取到这个listview 取到这个listview以后 然后去点setAdapter 那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需要定义了 因为它已经是被封到这个 封到这个fragment里面 我现在只是把它取出来 我怎么去取呢 那你要取它 那你是不是应该首先先取得这个fragment 对吧 这个fragment取得了以后 我们才能去取它的这个 对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 然后我们回来又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 它也说了 你只要取得了这个fragment 你可以直接的点setlistAdapter 然后把Adapter给它 那OK了 就这一句话 那OK了 那我现在就是要取到这个对象 listFragment的这个对象 那OK你取到这个fragment的对象 就这个嘛 to do thisFragment 你这个Fragment 你怎么去取呢 那你现在是在Activity 他们是受Activity管辖的 你还不好取吗 你只有getFragmentManager 对吧 然后点findFragmentById 我们是有它的ID的 这个ID是多少呢 R.ID 你不是就它吗 这个我们肯定是可以获得的嘛 对吧 我们获得这个 好 Fragment 你这个是在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学过 在Activity中获得其管辖的Fragment 我取到它的根本是因为我想掉这一句话 Fragment.setlistAdapter 然后把刚刚的那个Adapter传给它 对吧 这个是我取到它的目的 好 然后Fragment.set listAdapter 你看呀 listViewAdapter 取到它 好 我们把这个Adapter塞给它 行 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 给这个Fragment里面的这个 这个ListView去把另一个适配器 你就这么用 那这个都是我看这个文档大开 写的代码 那实际上对不对呢 我们还是要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行不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行的效果 你看 这个弯 这个你看 Jack Tom Tina 这个值现在已经塞进去了 对吧 那表明我们这个方法是OK的 只是一会儿我们加了以后呢 我们前面这个数据先是空的 我就不加它 一会儿我只是往这里面去添加 添加你的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通知 它的这个数据刷新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思路 OK 好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代码先住了 那它就是空数据了 那你想一下 你每次掉的这个回车以后 这个值已经被传到这了 传到这了以后 那是不是把刚刚那个代码写到这了 and 添加一行 添加了一行以后 你现在是先绑了以后 再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你的这个adapter要 去通知你的数据更新 所以这个说白了 这个就是数据员 加入值 然后 这个通知 数据更新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 那么OK 我们再看一次 好 这是我的前面写事例 好了 我们现在写一下 1 2 3 4 OK 这个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真正这个实现是在这个new item added方法里面去完成的 所以我是在activity里面去获得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又学了这个list fragment里面怎么去操作的 另外刚刚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获得这个里面这个点击事件 我们知道我们的list view的每个item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这个事件的 那这个事件现在list view现在我是看不到已经封进去了 那我怎么去操作呢 可以操作的 你在这个里面去重写这个方法 你看一下我们在这儿去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unlist item 这个方法 你看我去加这么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怎么去获得这个 词呢 那我们去打印一下这个 我们在这儿 好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getfk这个值 好 那么 你这个list view 你get item 好 add position 就它嘛 你获得这个list view的某一项 这一项呢是根据你的位置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能不能去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呢 我点了它里面的每一项 其实它可以获得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行不行 好 好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 这儿报错 什么呢 好 好了 行 然后我们再试一次 这个行不行 好 这个是我们的 one two three 好了 我再点一下它 就这个方法掉的 two three OK 这个也是 行的 所以我们这套题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所以这套题你要学到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挺多的 怎么去 怎么去把一个应用拆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回到我们这道立题的一个subject 然后两个fragment的通信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去申明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申明一个接口 然后要求这个activity去把这件事情做了 然后你的fragment只做它要做的事情 然后它传递的值传到activity里面来做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怎么去使用这个系统提供给我们的list of fragment 这个也是 所以你还有一些具体的操作呢 你需要去好好地去阅读一下 它的这个官方的一些文档 然后把这个list of fragment里面的list view 把它用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这道立题的最后的代码 好 我们下次再见